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 并计划将其写入年底出台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美国军方人士称对此表示欢迎 东亚其他国家则加剧担忧 不顾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变赌权的事实 越南和印度意图合作开发南海 由于无法证明 韩国法院判美国成绩治病理案 韩国老兵败诉 日本黑心福利团体借领养孤儿大肆敛财 向领养者索要巨额捐款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年亚洲 安倍政府意志谋求突破集体自卫权禁区 根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日本将会在本月参院选举之后 加速关于主张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讨论 并将其写入今年年底即将出台的新版防卫计划大纲 而日本媒体则报道说 美国非常乐见日本且尽集体自卫权 据日本共同社7月12号报道称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上将 当地时间11号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期待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这使得日本海上自卫队加入以美国航母为中心的舰队 共同作战成为可能 而美日在东北亚地区的防卫合作模式也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所谓集体自卫权是指与某国关系密切的国家 遭受其他国家武力攻击的时候 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 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利 根据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 日本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和不保持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是战后日本安全战略的核心要素 但是长期以来 日本右翼一直希望通过修宪或者宪法解释 使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实现正常国家化 进入21世纪后 日美同盟全球化的调整取向 更使得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为一种趋势 2001年 小泉政权在其执政后期直接着手推动修宪 最终日本政府在2005年公布修宪最终报告书 允许日本在海外行使武力和集体自卫权 2006年9月 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后 即宣布制定修宪和修改宪法解释两步走战略 以期尽早实现解禁集体自卫权 但因任期过短不了了之 2012年 安倍二度出任首相后 再次强调修改集体自卫权相关政府解释 2013年1月 安倍政府成立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肯谈会 肯谈会建议修改有关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 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 在巩固日美同盟基础上加强日本自身防卫力量等 有分析认为 美国因不得不大幅削减军费开支 期待日本在安保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燕生 11号就日本政府发表2013年防卫白皮书发表谈话 表示日本2013年度的防卫白皮书罔顾事实 渲染中国军事威胁 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耿燕生说 日本政府7月9号发表的2013年防卫白皮书罔顾事实 变本加厉渲染中国军事威胁 对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妄加评论 对中方维护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为无端指责 蓄意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中国军队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发展军力的战略意图清晰明确 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日方致事实于不顾 散布中国军事不透明的陈词烂调 纯属别有用心 所谓中方雷达照射 侵犯日本领海领空的说法毫无根据 所谓中国军事动向 令地区和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言论 更是无稽之谈 日方这种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做法 暴露了其抹黑中国和中国军队的险恶用心 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意志 坚定不移 相关行动无可指责 去年九月 日方非法购买钓鱼岛 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使中日关系出现严峻局面 日方不但不反思所谓购岛的错误行径 反而诬称中方破坏现状 对外强硬 这是倒打一耙 误导国际舆论 制造地区紧张 需要指出的是 近年来 日本以种种借口扩充军备 发展进攻性作战力量 拉拢与外国家频频举行联合军演 日本领导人不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企图为二战侵略历史方案 这些动向不能不引起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对日本发展走向的强烈担忧和高度警惕 我们敦促日方 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 今年三到四月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亚洲各国进行了一场是否对日本有好感的舆论调查 本月十一号调查结果公布 调查显示 由于历史及领土等原因 大部分中国人和韩国人对日本没有好感 共同社称 受访者中有百分之七十四的中国人和百分之三十八的韩国人 对日本的印象非常恶劣 和2008年的上一次调查相比 分别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和百分之二十五 加上回答印象不太好的比例 中国合计达到百分之九十 韩国为百分之七十七 近亚洲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再来关注斯诺登 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了半个多月的美国棱镜监视项目揭秘者 斯诺登今天露面了 莫斯科时间今天下午五点 北京时间的晚上九点 斯诺登与多家人权机构代表人士在莫斯科系列梅杰沃机场会面 斯诺登的出现吸引了大批的记者蜂拥而至 但是记者被禁止进入会晤现场 维基揭秘刚刚通过其推特账户表示 他们将会在今天晚上北京时间今晚或凌晨 发布斯诺登对人权组织代表发表的声明 另据英国卫报等媒体报道 与斯诺登见面的人权观察人员表示 据斯诺登称自己已经收到来自委内瑞拉 俄罗斯布里维亚 尼加拉瓜以及厄瓜多尔等国的邀请 其中委内瑞拉已经通过正式渠道发出了邀请 该人权观察者称 斯诺登最终应该会选择去拉丁美洲 此前的斯诺登向莫斯科众多知名律师和维权人士 国际维权组织 俄罗斯杜马议员以及俄罗斯人权委员会 全权代表都发出了邀请 希望能够通他们在谢烈梅杰沃机场会面 有维权组织通过社交网站 公布了斯诺登写给他们的信件内容 斯诺登在信中写道 美国政府在开展非法行动 企图剥夺他合法获取政治避难的权利 另外根据路透社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12号重申 如果斯诺登想在俄罗斯寻求庇护 他必须停止损害美国利益 以及俄美关系 再来看 11号韩亚航空一架空客A330客机 在起飞之前发生漏油故障 而与此同时 随着韩亚航空旧金山空弹调查的逐步深入 一份粉新的证据显示 还原的事实 与空弹刚发生时 人们的设想并不一致 据韩国媒体原引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消息报道 在韩亚航空214航班坠机以后 乘客们曾经被要求待在座位上 大约在飞机被发现起火90秒以后 机组人员才开始疏散乘客 而按照航空安全条例规定 事故发生以后应该尽可能在90秒之内疏散乘客 另据KBS12号披露 空弹发生以后 当地救援部门表示 救援车辆两分钟就到达了现场 搜救过程也井井有条 干净利落 而事实上 韩亚航空受伤人员曾经拨打911应急电话求助 但是过了20多分钟 也没能等到机组车 一些重伤者躺在袍道上奄奄一息 美国警方公开911应急电话录音以后 这事实才被公开 11号 旧青山国际机场派出多名工作人员 清理现场残骸 相关负责人表示 机场跑道预计在一周以后正式恢复使用 虽然现场清理工作已经展开 但是事故原因的调查进展依旧缓慢 有分析认为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韩双方对事故相互推卸责任 大打口水仗表现的极其不负责任 此外 有律师表示 由于涉及问题繁多 事故的过错认定可能会持续数月之久 同时 由于涉及到美中韩三国的法律及国际法 理赔也将是一个相当繁琐的过程 据韩国KBS电视台报道 曾经参加越战的韩国老兵与成绩制造公司长达14年的官司 终于告一段落 韩国大法院12号裁决 目前不能断定参加越战的韩国老兵因成绩患病 因此撤销原告取得部分胜诉的原审判决 以原告败诉 驳回了之前间 据报道 曾经参加越战的16000多名韩国老兵在1999年表示 因美军喷洒的成绩而患病 向韩国法院起诉美国陶氏化学 孟山都公司等成绩制造公司 提出高达5万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270亿元的赔偿 但是韩国大法院裁判部认为 除了患绿醋窗的老兵被证明与成绩有关以外 其他患病老兵 无法被认定去成绩受害者 大法院解释称 原告出现的各种疾病病因错综复杂 要认定这些疾病 是因为越战期间喷洒的成绩所据 则需要其他证据 目前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 大法院因此撤销了 原告部分胜诉的原审判决 将案件发回首尔高等法院 成绩也被称为枯叶剂 美军曾经在越南战争期间 使用低空飞行的飞机 将其喷洒于森林丛林等植被 使树叶枯萎掉落 暴露攻击目标 成绩含有剧毒的二恶因等化合物 对人体神经系统等构成严重的危害 越战以后 成绩后遗症逐渐显现 越南人民和参加越战的美国老兵 深受其害 据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日前报道 越南组建了一支空军和海军的合并旅 以开展一系列的海上任务 根据报道 越南国防部本日三号在县港市 举行了部队交接仪式 原空军954旅正式移交海军 这标志着越南海军航空兵部队正式建立 这支新组建的海珠航空兵部队 将会担负海陆侦察 火力打击 军属运输等任务 越南空军和防空部队 拥有多种固定翼和悬翼飞机 可以开展海上巡逻和搜救人 其中包括安-26卷发运输机 和俄制米八和马执升级 根据越南VTV12号报道 越南印度外长11号宣布 双方决定将会携手开发南海 就在上月初 印度四艘海军舰船 舰船与越南海军在南海附近 举行了联合海上搜救演习 报道称 越南外长范平明在访问印度期间 与印度外长胡尔西德 共同主持了第15届 印度越南联合委员会会议 就双方合作地区和国际问题 进行了商讨 越南外长范平明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说 双方已经就有关南海和东海的议题 进行了讨论 并再次确认了南海和东海周边国家 对其专属经济区所拥有的权利 印度可以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 进行勘探和开发 印度外长胡尔西德则说 印度承诺与越南的勘探合作将会继续 但是他强调 这是印度企业的商业行为 他还说 印方早已表明任何争议 都应该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 之前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 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在南海开展能源合作 中国曾经对印度 OVL公司在越南 福庆省外海 127 128号 两个区域执行勘探 表示过强烈抗议 12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就南海问题回答季的提问时表示 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 中方阐述了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中国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同时致力于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解决争议 11号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的全球各个季度 谷物收藏与粮食情况相关报数显示 朝鲜今年上半年进口粮食45.91万吨 接受国际社会粮食援助26.64万吨 但是朝鲜仍有280万名居民需要粮食援助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示 去年朝鲜的粮食收成有所改善 今年上半年的收成量也几乎与往年平均值持平 但是到今年10月收获时期到来之前 仍将有280万名朝鲜居民需要粮食援助 该组织分析说 这可能是因为朝鲜的分配系统不能完全奏效导致的结果 尽管有不少朝鲜民众等待粮食援助 但是另外一项数据显示朝鲜经济状况有所好转 韩国银行12号发表的 2012朝鲜经济增长率推定结果资料显示 朝鲜经济连续两年保持增长 去年朝鲜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3% 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37.1万韩元 约合人民币7506元 同比增加2.7% 然而该规模仅为韩国的19分之一 韩朝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依旧很大 美国国防部官员近日表示 尽管埃及局势变化 美国将于8月向埃及军方交付 4架F-16战机的计划却没有改变 这是美国对埃及年度援助的一部分 有分析指出援助计划显然没有受到 埃及军方上周推翻总统的影响 路途社援引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美国官员的话称 向埃及军方交付F-16战机的计划 目前没有任何变化 4架F-16战机可能将会于8月交付 另外还有8架将于12月交付 报道称 这项援助计划包括向埃及军方提供 20架F-16战机 以及大约200辆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此前美方已经向埃及提供了8架F-16 此外 美国政府还在埃及的开罗西部空军基地 投入8300万美元来升级设施和提供培训 以便满足新型F-16战机的需求 近年早些时候 该援助计划曾经遭到美国议员们的批评 自上周埃及军方推翻前总统穆尔西以后 美国一方面呼吁埃及军方做到最大程度的克制 一方面又极力回避用政变来形容埃及局势 因为根据法律规定 如若政变将会终止军事援助 美国国会近日也有声音称 应终止对埃及军方每年15亿美元的援助 对此美国基督教科学真言报11号发表文章称 美国立即终止对埃及军方援助 并不能左右埃及局势 反而会损害美方利益 埃及一直是美国最为主要的援助对象之一 也是第一个获得F-16战机的阿拉伯国家 去年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掌权以后曾经警告美国 不要削减援助 否则埃及将会重新评估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 领养年幼的孤儿原本是一件充满爱心的善举 然而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随着日本最近几年领养婴幼儿数量的增加 一些黑心福利团体趁机大肆敛财 向领养者索要巨额捐款 目前日本东京的两家民间福利机构 正在为此接受政府调查 据调查名为婴孩生活和还之会的 两个日本儿童领养团体 仅去年的总计纯利润就高达 1亿4600多万日元 约合908万元人民币 生意十分红火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刊文披露称 近年来除了向领养家庭征收手续费和会费以外 这些团体还鼓励基于领养孩子的夫妇捐款 在受调查的90起案例中 共有80例涉及到了领养申请者捐款 而这些捐款项占到了 黑心福利团体总计收入的一半以上 独卖新闻指出 这些悄然惊奇的福利团体 变相贩卖年幼孤儿的现象 折射出了日本意死难求的社会难题 而近乎黑市交易的领养方式 也让不少日本夫妇的心情十分复杂 有人表示 领养被抛弃的幼小生命原本是件好事 但是所付出的高额捐款 却让人充满了罪恶感 进了一家私立机构 对印度首都德里等七个主要城市 进行调查以后发现 在遇到交通事故等意外情况时 近八成的印度民众表示 不会主动对受伤人员施以援手 调查结果显示 让印度民众变得如此冷漠的主要原因 是担心自己因此陷入法律纠纷 或者是无辜的承担伤者的医疗费用 这是不久前 印度拉加斯坦邦街头发生的一幕 画面中的人们对于 倒在马路中间的求救者 无动于衷 并大多一声不响地走开 近日 一个私立机构进行调查以后发现 印度全国75%的民众 不会在事故发生时 对他人示意援手 而这些数据在首都德里 竟然高达96% 统计数据显示 印度每年的道路交通事故 都会造成至少14万人死亡 而这其中一半以上的致死原因 都是因为伤者未能得到 及时且有效的救援 调查结果显示 88%的民众担心因为帮助别人 而遭到警察的盘问 或因此陷入法律纠纷 77%的人则担心需要在伤者送医以后 面临庞杂的书面程序 或冤大头的承担治疗费用 对此ZTV呼吁印度政府 及早出台相关方案 以便打消人们的疑忆 再来关注天气 今年第七号台风 苏力自生成以来迅速发展 一度升级成为超强台风 目前苏力强度已经减弱为强台风 但是对我国台湾地区的威胁却持续增加 那么与此同时 台风苏力也正在逼近日本 在冲绳世元岛和云纳国岛 沿岸浪高将近10米 冲绳线共有大约7100户家庭 因为台风停电 预计13号整个冲绳地区将会在狂风暴雨中躲过 那么在此之前 日本列岛却遭遇了连日的高温制烤 逼近40度的气温让民众苦不堪言 也造成了老年人在室内重复身亡的事故骤增 那么根据统计从7号到11号 东京就有9名老年人重复身亡 韩国方面受梅雨带南下影响 韩国中部多地发布暴雨预警 南部地区则持续高温 最高气温攀升到35度 多地拉向了高温预警 韩国气象厅预计 周末南部多地将会迎来阵雨 高温天气将已经得到缓解 眼下中东地区已经真正进入了夏季 连日来阿联酋最大的城市迪拜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9号阿联酋内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超过了50摄氏度 阿联酋高温持续 科威特也是酷热难耐 近期气温超过了45摄氏度 预计下周最高气温也将会超过50度 由于从本月10号开始的一个月时间 正值穆斯林一年一度的摘月 伊斯兰教徒每天从预出到日落期间的禁止一切的饮食 也不能喝水 今年的高温考验无疑将会非常的难熬 今天下午3点 2014年央视春晚发布会在北京梅迪亚中心召开 正式宣布聘请冯小刚任春晚的总导演 赵本山等任副总导演 同时也公布了其他的主创人员名单 中央电视台聘任著名导演冯小刚 为2014年央视春晚总导演 聘任著名喜剧演员赵本山 为副总导演负责语言节目 东方演艺集团舞蹈编导沈辰 为副总导演负责舞蹈节目 总政歌舞团作曲赵林 为副总导演负责音乐节目 同时聘任严肃 冯继才 刘恒 印清 张国立 为2014年央视春晚艺术顾问 聘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 导演赵宝刚等 为2014年央视春晚策划 中央电视台台长胡战凡等 为主创团队策划团队顾问团队 颁发了品书 我们的策划 刘恒老师 定了六字方针 我真诚温暖振奋 我举双手赞成 我再加俩字好玩 这是我们的八字方针 我会尽心尽力 能办出一台 不敢说超过以往的春晚 最起码让老百姓 感觉到很快乐的春晚 金亚洲文天夏 感谢收看今天的金亚洲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